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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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阿尤 我是卡洛斯 相信一只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應該知道 我們可以用電腦 透過Media來控制我們身旁樂器 而最近我成功可以教到 我們初中的同學 去製造這部自動化控制的古增 從千年科技集中嘉年華 取得一等獎 在場引起很多同工同學 和評判的興趣 不僅如此 連在YouTube上 看到我的影片的朋友 也透過很多方法去聯絡我 例如昨天有位Leo曾先生 聯絡到我 合作去做一些教育各項目 來推廣這種電腦控制的自動學器 但他還問他一個問題 我們這些東西 有沒有專利權的呢 我自己個人這樣看 用電腦 用機械 去做一些常生活的工作 例如人工智能吸塵機 自動鬥貓氣 都不屬於一些很新的發明 包括我自己和同學 都試過用電腦來控制四樣樂器 所以用電腦控制我 不算一個全新觀念 我覺得不算是一種發明 反之可以作為一種Maker的習作 要拿出來分享給更多的人 這樣才有意義 而這個才正正是Make and Share的概念 所以我們師生都很歡迎其他學校和機構 和我們合作 一起去研發更加多的電腦控制樂器 讓更加多人可以享用 既然是這樣呢 今天我們就用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電腦控制固憎 究竟是怎樣生產出來的 其實這個電腦固憎的項目 都是出自黃紹峰同學的想法的 因為在做完電腦小樹琴之後 他說他有家人彈固憎的 就問我電腦化鼓憎有沒有可能做到出來 當時我的反應就是 鼓憎其實原理上跟樹琴差不多 但是鼓憎多了左手按營的技巧 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 就要大家一起集思講益 才可以解決到 但是如果要做電腦控制鼓憎 首要當然要先塗鼓憎回來 於是阿sir就塗了一個90cm長的小鼓憎回來 回來就論盡了 調音都差點調錯 我們整班人想想 覺得首要就是在鼓憎上面搭一條橋 去安裝陀姬來撥現 裝完一條橋之後 我們就重施故技 用3D打印技巧去製造安裝陀姬的支架 之後在拱橋上面畫線 安裝陀姬 等等細緻的工作自然有很多 連周Sir都出山 去幫忙調教學生怎樣安裝 當陀姬安裝得七七八八 就要去做控制的部分 當然要控制這麼多個陀姬 就不少得一塊 Arduino的Mega2560 由於今次做鼓憎 和上一次做樹球不同 我們真的打算用來參加比賽 所以同學就說想做一個骨子 做一個阿加利的膠殼 來護著Arduino 鋼筋都準備好之後 就輪到插線了 小峰你插 繼續排下去 你插現場線給小峰插 現在兩位師兄幫忙做拔指 拔指的body都是一個3D打印件 我們用了不同顏色 代表古增上近五聲音 加上每一個音 紅色是A音 橙色是B音 黃色是D音 青色是E音 而藍色是F-Sharp 但只靠3D打印件的動作 是拔不響條弦的 我們還要加快拔指上去上面 這部分呢 就一點都不簡單了 因為每一個駝機 和每一條古增上面的弦線 都不同的 所以他們想到拔弦的音量 就只可以靠一塊拔指的長度來調校 於是他們做了很多款長短不同的拔指 安裝了3D打印件之後 還要去仔細打磨 才能拔向每一條弦 好像第一次彈青花池的試驗 就有些音響了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青花池試一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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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吃下午茶 實驗成功的時候 我們只是做了兩個八道的音階 之後呢 我們就增添到三個八道 讓它有足夠的音域 去演奏整首歌曲 最後呢 我們還回到根本 去想想古增的左手 應該怎樣按壓弦線 大家一起設計了一個齒輪和齒條的裝置 用來按壓條F-Sharp的弦線 雖然就比較吵 但是真的成功將F-Sharp 可以按到變成A音 雖然這個裝置還有很多缺點 例如聲音太大 太牙位 但是用了它來配合青花池的演奏 果然古增演奏的味道就出來了 我們一起聽聽這個版本的青花池 雖然參與電腦控制古增製造項目的同學是非常之多的 但是我們都要訓練兩位同學 在比賽的現場 和評判去造職場的講解 今次就由子豐和月行出馬 由林Sir去幫忙訓練 而最後呢 兩位同學呢 亦都不負眾望 終於呢 就奪獎而歸 我們看看他們當時的表演 電腦控制化 我自然有它的優點 但缺點都不少 所以如果之後呢 有更加多Maker有興趣 或者音樂業流的人士 對這些產生了興趣 比我們更加多的建議和鼓勵呢 我們真的有可能呢 在將來研發更多不同的電腦控制樂器 好了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來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吧 拜拜